接著我們要講的叫做空氣傳聲音 我們教了我們都是用空氣傳聲的 空氣傳聲東西會震動就形成一疏一密 一疏一密的狀況 這裡有個圖給你顯示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的看就是這樣子看的 你敲它 你震動它 然後它向外的時候 因它向外壓的時候 就壓縮那裡的空氣 就形成了密布 然後呢 它又縮回來 它回到中間 跟原來一樣 正常 正常 回來原來一樣 然後它全來的就往外傳 然後呢 往裡面 往裡面 裡面就會有個密布 不理它 外面就拉進來 就會變成疏鬆 就有個疏布 所以推出去就有個密布 拉回來就有一個疏布 再出去又有個密布 再回來又有個疏布 就一疏一密 一疏一密 一疏一密 的狀況 OK 那這種一疏一密的波是什麼波 所以 然後呢 對 所以 就這樣子 深波 一疏一目 一疏一密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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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波是一個重波 然後呢 你就會曉得都一樣 你敲音叉 音叉每秒震動20次 它就會讓空氣壓縮 彈了來 彈了來 彈了來也多少 也是20次 所以音叉震動的頻率 就會跟空氣宿命的頻率是怎樣 一樣的 所以升波頻率就會跟發聲頻率是相同的 就是 升波是重波 用這個畫圖圖解 講義賽圖解你看 重點叫做 記住 升波是 空氣傳聲是一種 重波 OK嗎 OK 那我們前面有其實講過說 傳聲是不是要靠空氣 不一定對不對 還有別的 也可以有固體跟液體的 但是呢 這個我們方式呢 我們就暫時不加討論 就把它忘掉 那麼另外 我們這個一疏一密的空氣 進到你的耳朵裡面 它的壓力就會不一樣 你的耳膜就它 因為它一疏一密 一疏一密也會產生一個震動 那麼你就會產生 外面的頻率是多少 你的耳膜的頻率就是多少 然後這個震動會透過你的三小聽鼓 然後呢 聽覺神經 然後傳到你的大腦 最後你的大腦就聽到了 這一段叫做醫生的事情 進到耳朵裡面 這個過程是醫生的事情 過程中任何的地方出問題你就聽不到了 你就聽不到了 耳朵的構造 外耳 中耳 內耳 然後你進去 然後耳膜 三小聽鼓 聽覺神經 然後到你的大腦 你的耳膜破掉了 你聽不到 你的三小聽鼓碎掉了 不會動了 你也聽不到 你的聽覺神經有問題 聽不到 你的大腦那個區域受損了 你又聽不到 不過這個不是李華老師 這是醫生的事情 然後呢 有一些人吃了一些不該吃了 喝了一些不該喝了 就聽到一些別人聽不到了 換聽 把他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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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聽 然後 換聽 因為 最後讓你聽到的是大腦 其實大腦受到化學物質的影響 你可能會聽到一些別人聽不到的聲音 換聽 換聽 這是耳朵的事情 OK 因為人的耳朵是有限制了 所以這人耳能夠聽覺的範圍 好 20號到2萬號 所以為什麼會告訴你 為什麼會告訴你說要急速的震動 因為如果你不夠快你聽不到 20號以上也聽得到 然後呢2萬號 2萬號 太高音你也聽不到 太高音你也聽不到 20號到2萬號 太高太低都會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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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人耳 那你看到圖上面有不同的動物啊 不同的動物 不同的動物範圍會不一樣 不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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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蝙蝠的範圍很大 然後狗的範圍比我們高一點 所以呢狗 所以我們說狗哨子 狗哨子 吹出來人聽不到狗聽得到 人聽不到狗聽得到 太高音聽得到 以前看過一個電影 那個外國有院子啊 然後院子也長吐蝠鼠 然後萬一動物都很討厭 後來就有人推薦他 就買了一個東西回來 一放上去 就發出聲音 人聽不到 然後吐蝠也聽到 吐蝠鼠跑掉了 結果呢 放上去之後 吐蝠鼠跑掉了 狗也跑掉了 一千狗也跑掉了 然後後來就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 躲回來了 吐蝠鼠也回來了 所以就是聽不到 我現在沒辦法放 我下次放給你們聽 我下次 我以前去年我也有錄下來 今年我放給你聽 我們人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東西都老了 都下垂了 所以對於高音 太高音跟太低音 太高音跟太低音 我們就不會反應了 我們就聽不到 所以外國有一種鈴聲 小朋友用的 就是發出高音的兼熱聲音 手機響了 吐蝠鼠現在聽不到 他聽得到 吐蝠鼠聲音 我下次會放給你們看 就是有些聲音 我已經聽不到 所以你們聽得到 我下次放給你看 我去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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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下來給學生看 我待會兒放給你看 兩萬會以上的叫做超聲波或超音波 超聲波或超音波 好 兩萬會要超聲波或超音波 有應用 一個蝙蝠飛行 聲納都是這樣子 我們各門上都教蝙蝠 其實不只蝙蝠 海魂 鯨也有這種 發出聲音 蝙蝠飛行 你們出生前 你們的娘都做過這件事情 超音波檢查 讓你們留下當初的照片 在小肚子裡面的照片 超音波檢查 還有一些醫學檢驗 也會用超聲波檢驗 好 震盪 這個你在哪邊看得到 眼鏡行 眼鏡行 你拿眼鏡說 請眼鏡行幫你洗一洗啊 就這個 超聲波 水震盪 然後把你的那個 東西給他 給他 給他弄乾淨 他們把他弄乾淨 這就是 一些應用 看一下就可以了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